《我的砍架女王》改编自同名小说 讲述了长盛集团总裁圣哲宁 与砍架施夏浅之间的爱情故事 剧集播出过半 想必很多观众都想知道最终的结局 女主夏浅订婚宴上未婚夫临时跑路 心情不佳的她将责任怪罪到长盛酒店上 在与酒店的分歧中 夏浅发现了自己超强的洞察力和分析力 在砍架上面有着先天优势 夏浅决定开拓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 以带人砍架为业 并成立了一家叫侃侃而谈的砍架公司 在发展业务的过程中 夏浅认识了长盛酒店总经理圣哲宁 多次交手后 圣哲宁对夏浅颇为赏识 夏浅也对圣哲宁渐渐有了感官 夏浅为了应付母亲的催婚 让圣哲宁假扮自己的男友 不料圣哲宁假戏真做 假装落入股东的圈套 被逐出长盛酒店 住进了夏浅的家中 圣哲宁计谋成功 在与夏浅同居的过程中 感情逐渐升温 不仅是好的工作伙伴 还发展成了男女朋友 就在此时 夏浅未婚夫何之眷 重新出现在夏浅的生活中 摇身移变成了圣哲宁妹妹宁蒙的未婚夫 何之眷对夏浅于情未了 却为了立业娶宁蒙为妻 宁蒙为了她 背着哥哥圣哲宁和她办了婚礼 婚后宁蒙对何之眷不信任 经常查岗 何之眷没有私人空间 迷上了赌钱 还借了高利贷 为了还贷 何之眷骗宁蒙卖掉房子 宁蒙知道真相后要和她离婚 她一气之下 竟然找人劫持宁蒙 最后 宁蒙被哥哥圣哲宁和夏浅救出 何之眷因为绑架罪入狱 宁蒙再次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去了国外 圣哲宁在经营酒店过程中 遭到了好友秦厚博的背叛 没想到她居然是利和资本 安插在长盛的商业间谍 目的是帮助利和资本收购长盛酒店 可在与圣哲宁朝夕相处后 秦厚博不想伤害圣哲宁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直到遇到了夏浅的好友傅双双 傅双双热情率真 可爱乖巧 与秦厚博的性格截然不同 傅双双的天真活泼 让秦厚博认识到人生的路已经走上歧途 当傅双双离开侃侃而谈之后 秦厚博也离开了长盛酒店 秦厚博决定放弃计划 帮助盛哲宁摆脱了被资本收购的危机 夺回长盛酒店的经营权 大结局中 夏浅放下心结 原谅了何之隽 与盛哲宁修成正果 两人领证结婚 婚后生活十分甜蜜 秦厚博在多次遭遇人生反转后 意识到真情的可贵 与傅双双走到了一起 年龄的差距并不影响两人 猫戏少女与霸道总裁修成正果